好,那么接下来呢 请各位把你的曼陀罗的作业本打开 那请你把那个中间写上 舵机可以用来做什么 舵机可以用来做什么 那旁边有八个格子 那我们请你观察一下 不管是家里还是学校 还是在路上或者是其他 任何地方来你可以看一下 舵机呢,它是可以转动 左转右转或者是0到180度的一个指定的角度 那不管它是由舵片直接做洞 或者是舵片上有很多洞对不对 你把它绑上线 让它去拉某个东西 去拉某个东西 比如说拉一个劳作上面的眉毛 拉它的嘴角 那你的嘴角眉毛是不是就会动 或者是说你把它连接在一个木偶的拳头上面 所以你舵片动的时候拳头是不是就会打出去 所以不管它是直接作洞 或者是连在某个机构上面 去间接的去拉扯 或者是把它当做一种指标 你看它可以转180度 我可不可以拿来做时钟 可以啊 拿来做一个环境指标等等 好想想看舵机可以做什么 或者 我们讲的舵机也不光是这个0到180的舵机 舵机也有0到360的 也可以做连续转动的 还有各式各样的舵机 那主要是这种会动的舵机 请你在日常生活中去观察 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利用舵机来做的 或者是已经有这样的东西 请你回去观察把它写在上面或者画在上面 比如说遥控船的舵片 遥控飞机的方向舵等等等 或者什么你还没有看过的东西 或者你想像它可能可以做的东西 比如说自动车的方向盘 那个特斯拉的方向盘 舵片可以转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电脑的判断 路该怎么走 就左转右转 多少角度之类的 请你回去把它填满 或者我们在班上分组讨论 把它填满 然后我们下一节课来看看 大家的想法创意还有观察 请各位回去把它做完哦 谢谢大家